生命是一树花开 或安静或热烈 或寂寞或璀璨 日子就在岁月的年轮中 依次厚重 那些天真的 月动的 亦或沉思的灵魂 就在繁华与喧嚣中 被刻上深深浅浅 或浓或淡的硬痕 很欣赏这样一句话 生命是一场虚妄 其实今年过往 每个人何尝不是 在这场虚妄里跋涉 在真实的笑里哭着 在真实的哭里笑着 一千烟雨 半年幽梦 有许多时候 我们不得不承认 生活不是不寂寞 只是不想说 于无声处 倾听凡尘落宿 渐渐明白 人生总会有许多无奈 希望 失望 憧憬 彷徨 苦过了才知甜蜜 痛过了才懂得坚强 傻过了才会成长 生命中 也许是一本无字经书 也许是一条迷惊 只要是自己心之所往 都是意战 为了将来启程 不再那么迷惘 深深懂得 这世界上 并不是所有的东西 都符合想象 有些时候 山是水的故事 云是风的故事 也有些时候 星不是夜的故事 情不是爱的故事 生命的旅途中 有许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有许多事 看着看着就淡了 有许多梦 坐着坐着就断了 有许多泪流着流着就干了 人生原本就是 风尘中的桑海苍田 只是回眸处 事态炎凉 演绎成了苦辣酸甜 迎一抹礼物 收藏点点滴滴的快乐 经年流转 透过指尖的温度 期许岁月静好 这一路走来 你会发现 生活与我们温暖 一直是一种牵引 不是吗 于生活的海洋中踏浪 云翻尽头 轻回眸 处处是别有洞天 云淡风轻 做错了改正一下 伤心了痛苦一下 厌倦了回望一下 活累了休息一下 绝望了 无奈一下 有时候 失望也是一种幸福 因为有所期待 才会失望 有时候 遗憾也是一种幸福 因为还有 令你遗憾的事情 幸福其实很简单 平静的呼吸 仔细地聆听 微笑着生活 有人爱 有事做 有所期待 不慌乱 不迷茫 无悔人生 幸福 七十在路上 走一步 有一步的风景 进一步 有一步的欣喜 退一步 有一步的心境 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 别让心 承载太多的负重 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 以风的执念求俗 以怜的姿态填淡 将岁月打磨成 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